主經理也上台跟我們大家收集一句話 掌聲又請古經理 古經理今天可以說是帥氣出席 歡迎 好 黃總經理 顏總經理 朱所長 還有朱科長 還有豐所長 各位貴賓大家早安 早安 那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跟歐特異公司 還有台灣鐵路級貨運服務總所 合作這個台灣Pay的 繳費的解決方案 那個台灣Pay 這個是這個繳費解決方案 它是一個我們本土型 是我們國家政府領導的一個 本土型的一個 就是行動繳費方案 這個台灣Pay這個繳費方案 它只要 它主要是金融卡的概念 所以只要參加銀行的金融卡 只要你擁有參加銀行的金融卡 把它模擬進你的手機裡面 當你要繳費的時候 當你要繳費的時候 就掃描共用QR Code 就掃描共用QR Code 掃描共用QR Code以後 B一聲繳費就完成了 它是非常方便的 我想它主要 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有幾大特點 幾大特點 第一個 共用QR Code 它可以使用所有的 所有的參加銀行的金融卡 現在包括身屬八大銀行 八大行庫 以及其他的行庫 還有未來 幾乎所有銀行的那個 幾乎所有銀行的金融卡 都可以使用 都會加入 這是一個非常普遍 非常方便的一個 一個繳費模式 行動繳費模式 第二個 我想當你車子開進停車場的時候 開進去的時候 它是用掃描的方式 掃描車號 你車子不用停下來 直接就進去 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第三個 我想離場時的繳費 只要輸入車號 出現了在共用QR Code 手機掃一下 我們就繳費成功 它是非常簡單 非常好用 那第四個 那這個合作方案 是台灣配 就是我們政府推行的這個台灣配 第一個停車繳費的案例 第一個停車繳費案例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場景 這是行動支付的使用場景 它而且非常便宜 那可以很有效 我想這個可以很有效的帶動 台灣行動支付的一個全面的應用 這非常有意義的 那綜合以上 我想這個 這個繳費方案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必然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合作案 我非常期待的 那我們再次的感謝 台灣銀行再次的感謝 台灣鐵路級 這個貨運服務總所 還有歐特儀公司 給我們台灣銀行這個機會 非常謝謝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還有業績倉獲 謝謝 謝謝掌聲 謝謝我們古經理 古經理幫我們介紹的 真的非常的詳細 對不對 再也還有一個最愛